记得哦,增加一个涂层在这边 当然如果你未来这个涂层 如果假设眼睛闭起来的话 它这个涂层就没有作用了 OK,那如果你要把它打开眼睛就有了 另外如果你要删除的话 这边有个叫删除涂层 你按下这个删除它这个涂层就不见了 那也就是说这个涂层是活的啦 那将来当然呢 每一个就是说呢 你这个这张图上面你可以放很多涂层 就是一层一层的概念 而且呢越上面的涂层 会把下面的涂层给盖掉 所以它有上下的关系哦 OK,所以将来呢 这个涂层会越来越多 那所以呢我们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题目 那下一个题目的话基本上 它要我们做的这个 来看一下 它再来就是 这个建成部分就把它完成了 所以使用建成工具 接下来的话它要开启涂档 这个涂档特别是 是.jpg这个 PSD01.jpg 其实就旁边那个吉祥物 然后呢把吉祥物开起来之后 利用什么呢 利用工具 它没有说哪个工具 意思说可以 反正你随便用 上面的工具 你只要找到OK的 你就可以把它选起来 然后呢把它置入到刚刚那个档案里面 微调它的尺寸 那微调尺寸就放大缩小 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那多小 你们可以参考刚刚那个TIFF档 然后呢 并且要建立一个图层 所以一样 你要先新增一个图层之后 把名称叫吉祥物 然后把那个吉祥物放过来的意思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开那个档 那那个档的位置 其实就是练习档里面 所以你可以档案里面开启就档 102里面找到这一个啦 其实就是PSD01.jpg就它了 OK吉祥物按开启 好那开启之后的话呢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大 放大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按Ctrl-加 Ctrl-加就放大 Ctrl-点就缩小 不过因为这张图解析度不怎么样 OK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可能为了避免说解析度太高 电脑跑不动 所以它就用比较小的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来选 可能也不好选 因为它边边其实就比较有矩齿状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请你把这个吉祥物 直接 当然你不是直接把它 直接就丢到那一边图层 因为你丢过去的话呢 那会造成你原来的背景 跟它刚刚的那个背景 两边怎么样 会看得很奇怪 如果你直接把它拿过去的话 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 做去背 也就是说把背景的部分 不要带过去 所以你需要先选取 选的话呢 特别是要 如果你要怎么样把这个吉祥物选起来 而且它好像有个重点 就是不能有毛边 不能有选 有的有选 有的没选 所以当然如果你要细一点的选的话 你可以用什么选取 它这边有一些套索工具 有没有 甚至还有磁性套索 那所谓的套索就是说 你这样点的话 它会有没有 按住不要放 它可以让你选 有没有 这样选 可是问题 这个有个缺点 就是说它没有磁性 也就是它不会去追踪你的边缘 所以你选完之后 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没选到 有没有 像我把它放大 Ctrl加 像刚刚这个地方 当然我已经很尽力了 但是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看不太 看起来有点 像这边有点锯齿状 所以我如果要取消选取 我就这边有个取消选取 或Ctrl低 另外你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要快一点选取的话 你可以用磁性 它有磁性的 那所谓的磁性 上面还可以调一下频率 还可以消除锯齿 那所谓的语化 就是让边边 看起来不要那么明显 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新增 还有剪去 一般是 就是直接第一次就新增 我们就直接这样 那你点一个开头 它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按住不要放 它就会去追踪这个边边了 但是你如果要一口气 把它选完 其实也是 还蛮辛苦的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乱动 太累了 就大概这样我演示给各位看 那你想说老师那哪一个OK呢 快点两下就把它接在一起了 这个是错误的 你可以把它取消 其实我后来发现用哪一个最快 其实跟各位讲 对 仙女棒 仙女棒是可以 像它有两个最快的 不过前提是 你的背景一定要有一个接近一点颜色 它就可以让你快速选 那用哪一个 那你可以试 一个是快速选取 一个是魔术棒 我试过好像快速选取 这个好像比较厉害 那怎么选 首先第一个的话 当然你可以先点 那个同一个颜色 比较接近的区块 所以我点 大概点中间这里 你会发现它会去追踪 它旁边接近颜色的范围 有没有发现 这一块就被选 那你想说 老师那还有这一块怎么办 特别最好 你再去点这边一下 有没有 它就选这边了 OK 所以基本上 它已经帮你把一个轮廓选完了 只是说因为你选的是 这个吉祥物的外面 那理论上应该是 我要选的是吉祥物啊 你选外面干嘛 所以你必须做一个动作 对 就是要把它反转过来 OK 那怎么反转 很简单 选取上面有一个功能 应该看得懂吗 反转 有没有 反过来 好 它就把背景改成选吉祥物了 但是呢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其实还是不够完美 哪个地方不够完美 这个地方没选到 有没有 还有虚虚的地方没选到 有没有 OK 然后这边也没选到 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跟各位讲 这个时候呢 这个套索工具 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 那这个套索工具 就可以 补足细节的不足 那我奇怪的是 但是你特别注意 你如果要补这一块 对不对 记得呢 你一定要把这个模式 改成叫做 新增增加 比如说我这一块要加进来 那我就把它点到增加 那如果 假设你要扣掉的话 那你就点减少 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增增减减 也就是说先选一个大范围 剩下来的再来看 它有没有少 少的就增加 多的话就扣掉 OK 我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这个要增加 你就选套索工具里面的增加模式 然后你可以Ctrl加 当然你放越大 越容易看到细节的部分 那所以我应该是在这一块 所以从里面往外选 从这边往外选 选到这边 这个是有颜色的 OK 然后绕过来 绕到这里 绕一圈 绕进来的话可以绕大一点 放开 这个时候它就被我选到我要的了 有没有 然后往下面再来 底下这边有没有 这边这一块 那一样我选个大概 从里面往外选 那你可以这样 这个虚虚 然后这边虚虚 有没有 尽量不要有那个破绽就对了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然后在底下这一块 这一块一样 从里面 然后往外选 这应该是这样子 那这个可能要考验你的滑鼠的功力了 放开 OK 那这边看要不要选 如果要的话再把它选进来 OK 这一块要选进来了 其他类似 从里面把它选到外面 然后绕一圈 那这个时候可能要稀一点 OK 那这样的 这一块OK了 这一块不要管它 把它去去去的地方 OK 类似像这样 好 然后 其他这个 就算了 OK 其他 那另外有一个状况 就是说 它好像没有没有扣掉 如果说假设 有一种状况是说 我假如不小心选在这边 它突出一块 假设 那这一块要把它去掉的话 我们就要利用另外一个模式 叫做减去模式 那所谓的减去模式 这一块不要 那你可以点到减去模式 然后呢 一样喔 如果你是增加模式 你就要从里面选到外面 那如果你减去模式 刚好颠倒 从外面选到里面 所以要从外面 这边开始 把这个减去的地方 这样子 选选选 选过来之后 绕外面一圈 放开 它就扣掉了 OK 所以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增加跟减少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同学都忘记 直接点这个就完蛋了 OK 所以记得要增加或减少 好了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复制了 你可以C 那一样的道理 跟文字一样 C之后的话 接下来你就切到刚刚的背景 并且先新增一个图层 图层名称叫什么 吉祥物 然后把它Ctrl V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刚刚的这个吉祥物 把它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图层 所以喔 一定要确定说 你是在这个图层上面 然后把它Ctrl V贴上 有没有看到 那这个吉祥物呢 就会被你贴到这个图层里面了 OK 所以如果你假设这个图层 如果眼睛闭起来的话 那吉祥物就不会产生 OK 所以这个请各位看一下 那你可以顺便看一下 有没有失败 好像还OK啦 当然如果你假设 希望边缘不要那么明显的话 它这边有一个所谓的羽化 你可以给它大概一个到两个或三个像素 所谓的羽化就是让边缘比较柔和 比较不会那么清楚 这个可以再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